大家好我是青青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封主考试181层的视频 第一回合封主的奥义真武威 就是让他目盲 他目盲了之后 他就不能给他们恢复状态或者加血了 然后等这个名人加了查克拉之后 给名人的分身加奥义 团葬保护名人的分身 这样他就不会被杀人锋砍死了 不过好像我这次打的是有瑕疵的 是因为应该等封主行动了之后 然后再加奥义 这样对那个雷影 对三代雷是一个后手控 这样的话第二回合就得让三代雷来奥义了 就是因为这个控这个真武威可以是让他目盲 也可以让他定身 我选择的是目盲 是因为我的精炼等级不够 经常控不到他 经常控不到他定身不了 反而不如只是让他目盲 就是来个实惠 我之前已经打过几次了 就是尝试这个定身 时常的是控不住 所以我就改成让他目盲就算了 然后第三回合 第三回合就是封主继续奥义真武威 就是不许让他解状态就对了 就是这个通灵奥义你带那个人犬大军也是好 也是因为那个奥义本身你带了我这个天赋里都有风盾强化 那个奥义还是很痛的 就是被狗撞一下 而且都能上标记也是不错 也是好的 然后这个第四回合就是明人奥义他的杀人风 这样能撞倒他的这个真武威 这样就没问题了 然后你要觉得诱神的血很少了 你就让这个团钻给他加个奥义 这样他应该就不会死了 因为那个雷影啊他很会挑 你看他总是打血最少的 他最容易杀的 最后那一下 诱神还躲开了 但是也被打的够呛 至少是保住了这条命啊 然后明人打倒了三代雷影 然后其拉比封穴了明人 不过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太大关系了 下个回合封主奥义 然后封主奥义 杀人风就差不多了 然后明他如果不死的话 明人也会打死的 右神就打死了 就是这个阵容 就是相对是比较平民一点的 就是还不错用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大家看一下我的战力 8万4 通常的人都说打这个要8万5战力 其实没有8万5 这个阵容也可以打的 然后大家看一下天赋 有这个就是奥义是让人目盲 然后普攻颖分身 追打也是让人目盲的 封盾强化 还有色优术一定要的 然后为了控那个真武威 你可以采取的追打 可以让团葬最后定身他 但是我的经验等级不够 所以我就采取了只是目盲 他这样比较容易 如果你的控比较强的话 你可以采用定身的方式 那样打起来会更好 效果会更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青青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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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